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P500NASA指数 费城半导体都涨 所以台股今天也涨 台股今天到目前涨了60.13点 指数来到20813.35点 涨幅是0.29% 日经二五指数涨了201.89点 指数来到39644.52点 涨幅是0.51% 香港恒生指数跌 跌了 294.13点 指数来到16890点 跌幅是1.72% 我们来看一下大陆的股市的表现 上阵指数呢 少跌了1.17点 指数来到3033.08点 深圳城址呢 下跌了33.72点 指数来到9267.05点 好 我们来先评论一下这个新闻啊 其实这两天呢 最重要的新闻呢 嗯 就是在 就是两边啊 太平洪的东西岸呢 完全是两样情啊 在中国大陆这边 因为马英九跟习近平的会晤啊 然后呢 放的调子 习近平放的调子呢 非常的软啊 诉诸民族情感啊 然后要一家人啊 两岸呢 同属一个国家呀 一家人什么事情都好谈啊 调子放的非常的软 非常的温情啊 那所以呢 就塑造了一个呢 在两岸当前呢 本来呢 是气氛非常的不好 耐轻的上来之后 气氛非常的不好 呃 眼看着呢 就是非常的紧张的态势之下啊 那个惊吓的渔船问题都还没解决 就释放出了真的是 呃 一股 一股暖风来了哈 哎 这个是今天是联合报还是中国时报啊 形容马英九这个是暖汤 好 我觉得就是在 在这种天后呢 诡诀多变的这个春天的时候呢 就吹起了 和暖的啊 春风徐徐这样的 和暖啊 可是呢 在另外一 太平洋的另外一边呢 呃 这边呢 吹了暖风啊 吹了 在唱这个和平的调子啊 但是呢 太平洋的另外一边呢 美国跟日本跟菲律宾呢 其实 大幅的哈 在紧张啊 区域的紧张态势 特别是呢 两个美国跟日本 还有美国日本加菲律宾呢 都是直接就点名啊 中国大陆啊 他也没有再客气了 以前还是 以前还有的时候 什么区域内 什么怎么样哈 都暗指 他都 这次都不暗指了 就直接 挑明了 就是说 中国 他就是PRC 啊 你PRC呢 在南中国海 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为 我们严重关切 然后呢 呃 岸田呢 跟 呃 拜登的 联合声明呢 就直接哈 又再次的 这个 重申 嗯 美日安邦条约呢 适用间隔列岛 然后呢 对于中国大陆呢 对于中国PRC 他不是中国大陆 是PRC呢 在这个 呃 东海 在东中国海 采取的行动 一定要把他念 我一定要把他念 念一次啊 念出来一下 等一下让我找一下哈 总之呢 就是对于他们 在这个呃 钓鱼岛附近哈 啊 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和胁迫 改变东中国海 和南中国海 现状的企图啊 重申 美日安保条约是由于尖格列岛 在日本讲尖格列岛 在中国呢 讲钓鱼岛 在台湾这边呢 我们讲钓鱼台哈 结果呢 他们一直不停的在拉高那个态势啊 而且呢强调 嗯 危险的态势 我觉得他们就在制造这个区域内的这个紧张的这个气氛啊 然后 签了美日之间的签了七十多项条约哈 呃 条约吗 文件哈 签了七十多项 然后跟这个菲律宾这边呢 今天呢 三个元首的会议之后呢 那个 声明呢 也是非常的 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强悍啊 他们说对于PRC 在南中国海的危险和 咄咄逼人的行为表示 是严重关切 也对呢 南海被开垦地形的军事化和 非法 海洋主张感到关切哈 我们坚决反对啊 在南海危险 和胁迫性的使用海警和海上民兵船只 以及老乱其他国家的 开发利用离岸资源的做法等等哈 就是很很强悍 我觉得中国呢 也 非应对的非常的干脆 废话不啰嗦 在你的昨天呢 每日说 坚和列岛是吧 是属于我们美日的 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 对不对 中国海警 在今天早上 就在微信公告 好 我就说完全不啰嗦 4月12号 中国海警2502舰艇编队 在我钓鱼岛临海内巡航 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 行航活动 是不是很干脆 是不是不啰嗦 你们讲半天 讲半天 这个尖格列岛呢 属于安保的适用范围 那好啊 那你现在呢 对于呢 中国的这个主张 钓鱼岛是他们的 对 我们台湾也主张 我们台湾也主张 这个钓鱼台是我们的 中华民国也主张钓鱼台是我们的 这个民进党到目前为止 大气不敢坑 一个美国老霸 美国老霸 日本大哥哥 两个 两个这 真的是他们的这个亲爹 真的是亲爹亲凶啊 然后所以呢 一句也不敢坑 真的是一个很雀怒 很没用的一个政府啊 然后蔡英文呢 到现在为止呢 也到太平洋也不敢去 然后你看中国多干脆 你讲半天是不是尖格列岛 是在美日安保试用范围内 我今天就 我就是我的海警就 就编队巡航 而且我明白的告诉你 这是在我的领海内的活动 那你 那你看 那你美国要怎么 你美国要怎么应对 你日本要怎么应对 你是不是一样 还是一样就是 在 你也是只能够 你也只能够关切 只能够跟肩 只能够 你也只能够做这样子 当中国大陆呢 用他的这种例行的巡航 然后 还有军机这样例行的 采取三不五十就给你去飞越的时候 当他把它变成常态化的时候 除非呢 你美国呢 一定要采取 什么样的激进的这个作为的话呢 否则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他就是去展现我的实力嘛 中国的这个实力 比较引起关注的 和比较呢 真正 真正呢 会 可能会让这个风险升高的呢 还是在南海的部分 在南海的部分呢 他们把那个做摊的那个件 马德雷三号也列在 也列在美非共同防御条约里面 然后拜登呢 还出言警告 就是他已经警告提醒 一再的告诉这个中方 你们在这边采取任何的这个行动的话呢 美国是不会做事不管的 因为他还在涵盖在这里面啊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里面 然后呢 也在他们的美日飞的 联合的这个声明里面呢 涵盖了哈 未来呢 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了哈 就是美国日本加菲律宾要在那边联合巡航 好 联合巡航 海警联合巡航 而且他们也公开的就是欢迎说 呃 日本啊 日本的海警 好 然后菲律宾呢 欢迎呢 一起到这个美国的 海岸巡航的舰艇上面一起来哈 那我觉得这个所引起的这个态势 是比较紧张的哈 在呃 东北亚的部分呢 延伸这个和 和 和威辙啊 所以呢 把这个日本呢 当然也是放在这个美国的 核子保护伞里面 然后在南海呢 他们具体的采取联合巡航的行动哈 然后呢 呃 包括扩大他们的这个演习啊 呃 而且呢 自卫队在美日之间呢 呃 美飞 美飞之 呃 说错了 日飞之间呢 他们签了那个呃 准入准入军事的准入协定之后呢 自卫队呢 就可以派到这个菲律宾去了 等于说这个美国呢 在这个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然后他们就加强了整个对于中国大陆的 他就把你给给封起来哈 你一旦有什么这个行动的时候呢 你就 他们就会要会有所这个会有所因应哈 我这个态势其实是这个态势其实是紧张的 其实是凶险的哈 然后再对应下来呢 看到我们到目前为止 呃 赖清德政府呢 所公布的这些官员 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应对这样的最新形势的 这样子的演变吗 呃 现在大家呢 呃 在讲说呃 接下来的外交部长的人选可能是林佳龙 然后陆委会主委呢 可能是秋锤镇啊 然后特别是这个秋锤镇呢 是属于比较温和的啊 然后呃 可以去缓和缓和吴钊燮 去当国安会秘书长 缓和这个顾立雄去当国防部部长 这两个人的战狼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哈 完全不是这样 这一切呢 都取决于 都取决于赖清德 你赖清德的你的两岸政策 如果你依然还是是坚守在 两岸是互不隶属 我们是两个国家 而且呢 他到目前为止 你看他公布出来的 呃 总和他们公布出来那个新人士 呃 他们其实除了要在 除了在国安的体系的部分 是很战狼的态势之外啊 然后今天呢 任命了小野去当文化部长 然后郑力军呢 是管这个行政院副院长 他们其实就是在抓意识形态 在去抓这个文化 你整个的洗 把台湾洗的这样的文化 这样子下来的之后呢 我们就跟中华民族没有关联了 你换什么人上来都没有用的 温和也没用 火 这 鸽线连